親愛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興今天在這邊跟大家相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愛的交替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當你在看創世紀的時候 你從第一章開始看 你看到很多次上帝花了七天的創造 可是他每一次創造之後他都說一句話 什麼 這一切都是好 這一切都是好 上帝創造往每一件 天空 星星 太陽 月亮 海洋 當他創造了這麼美麗的風景之後 當他創造了這麼巨大的萬物之後 他說這一切都好 他看這一切都是甚好的 他創造了海洋 他創造了許多的東西 他看這一切都甚好 當他創造完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造了一個人 當他造完了這個人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讓人獨居不好 他說那人獨居不好 所以他創造了一個配偶給他 他創造了一個配偶給他 後來我們就開始我們的祖先 我們然後我們的孩子 當我們結婚的時候 當我們有了孩子的時候 有人問你說為什麼生小孩 有人問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結婚之後生小孩 你為什麼說答案一定很多 我為了傳統接待 我為了完成婚姻的使命 然後呢小孩是來討債的 還有呢還有很多的答案 每一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知道 他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應該愛他 他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應該愛他 不過有些人 他把他的孩子生下來之後 他就逃跑了 他就逃跑了 你知道現在每天平均 會有幾個弃養的小孩嗎 每天平均會有1.3個被弃養的孩子 這些孩子從他出生開始 甚至是在他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的爸爸媽媽就離開他 他的爸爸媽媽就離開他 那這些孩子 他們必須要面臨到的一個部分 就是他們必須要到寄養家庭 到寄養家庭之後 一切都會好嗎 沒有 這些孩子到寄養家庭之後 當寄養家庭不要他 他又要怎麼樣 再次面對一個新的寄養家庭 當他再次去面對一個新的寄養家庭 這個家庭不要他之後 他還要再怎麼樣 再次面對一個新的寄養家庭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覺得你可以換幾次家庭 當一個孩子 他離開他的家庭 他必須要承受多少的壓力 面對一個全新的親人 面對一個全新的爸爸 面對一個全新的哥哥姐姐 面對一個全新的家 只有他一個人 要去挑戰這麼大的環境 他內心的孤單 他內心的難過 他內心的壓力 是我們不能想像的 我們不能想像的 我們都期待 我們的國家發展越來越好 我們都期待我們的 自然越來越安定 但是 有一件事情 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就是我們應當好好的 教養我們的孩子 這個責任不是只有爸爸媽媽 甚至當我們當哥哥姐姐的 我們也要學習照顧我們的弟弟妹妹 昨天我去買菜的時候 中午去買便當 那我自己開著車 昨天下雨 如果大家有在彰化 大家就記得 昨天下雨 下雨的時候我開車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走過秀船 後面有一個停車場 那一條道路不大 那我開著車 只有我一個人 我要去買便當 那旁邊 我要經過那條小路的時候 有兩台車 剛好這邊是一台卸貨的車 那這邊是一台轎車 那個路真的快要過不去了 通常如果有人擋在你前面 你會怎麼樣 按一下喇叭 按一下喇叭 我也真的 我按了一下喇叭 他都不動 那你會有第一個選擇 就是不然試看看好了 看會不會過去 好我就開 就試看看 結果越開越近的時候 旁邊那一台轎車就放下來 床鋪就放下來 我就看到一個三歲的小女孩 送服在那邊看我 可是他旁邊的爸爸就跟我說 你如果讓我撞到 我才跟你撈 好凶 你如果讓我撞到 我才跟你撈 那我要怎麼辦 我已經過不去 我知道我過去 我一定會A到他 那我要告訴他 請你移一下車嗎 可是爸爸還是好凶的臉喔 我就選擇 打到後退檔 後退後退 這時候 有一台摩托車來了 那台摩托車也會做一樣的事情 是什麼 會按喇叭 他就安身 因為他卡在我後面 我沒辦法動 他一定想說 我們兩台車有其中一台應該會動 所以他不只按了一次 按了兩次 按了三次 你猜那個爸爸會說什麼 他當然就不開心 就罵了好大聲 就罵了一句髒話 你猜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小女孩 只有三歲 那個小女孩看我的眼睛是 欸 阿姨姊姊 那個很單純的眼神 但是 我們知道在他的成長過程裡面 他必須要面臨的是什麼 一直不斷的發脾氣的爸爸 一直不斷被罵的生命 他的爸爸給他的教育是什麼方式 我相信我們都期待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好 但是我們要去反思 我們怎麼教導我們的孩子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教導我們的孩子是怎麼樣 這個孩子他學會 當別人不罵不讓他的時候 他就有罵的 所以我們要去想 我們要怎麼帶領我們的小孩 我們要帶領我們的小孩 我相信如果我們有看過農夫種田 當他要把種子放下去的時候 他都會做一件事情就是 他會鬆土 他會鬆土 他一定會把土歪歪歪歪 然後再把種子放下去 這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當你這樣放下去的時候 種子會容易成長 他不用受到太多的殃破 再來 水分會容易進去 再來 有一個很棒的事情是 這樣的土比較不會長寄生蟲 比較不會長寄生蟲 不過我們知道 當你要鬆土的時候 你要花時間 所以親愛的爸爸親愛的媽媽 當我們要給孩子一個好的教育的時候 我們要去幫助他 我們要做一個鬆土 我們要陪伴他 可是我們知道現在的爸爸都很忙 現在的爸爸都很忙 所以有書就寫 再忙你也能做個好爸爸 就知道我們的爸爸有多忙 爸爸呢 禮拜天休假的時候 他有時候還出去要出去交際應酬 他還需要打高我不求 他還需要跟朋友交際一下 我想要邀請你們想像一下 你跟爸爸一個最美好的回憶是什麼 你想一下 從小到大 你跟爸爸最美好的回憶有幾項 有人有超過五項嗎 你覺得那些事情都忘不了 有嗎 你可以去送嗎 我跟爸爸最大的回憶 欸有欸 我有一個弟兄 還有五項 我跟爸爸最大的回憶只有兩項 第一個是媽媽去住院的時候 他真的做一個家庭主婦 他做三明治給我吃 我永遠記得那個三明治只有吐司夾蛋 可是 我永遠記得那個三明治的味道 再來 是我小時候棒棒針鋒針斷了 爸爸真的行火車載我去追欸 明知道追不到還載我去 其實我爸爸還不怎麼從 可是 他就是知道要載我去 我想那個是一個冒險的經驗 那個是一個帶領的經驗 那個是一個陪伴的經驗 那個是一個陪伴的經驗 雖然他明明知道追也追不到 可是 他還是帶我去 這是一個經驗 所以 我們有花多少時間去陪伴我們的孩子 你的孩子只記得爸爸不在的時候 媽媽都帶我去逛超市去菜市場 我們有多少時間去陪伴孩子 在這個社會上的經驗是 如果你是一個愛家庭的男生 如果你是一個愛家庭的男生 你每天每個週末 你都會帶孩子出去玩的時候 你在公司 你必須要有一些取捨是 老闆叫你加班的時候 你要說 我不行 我愛我的孩子 我愛我的家庭 但是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會被看成什麼 你不是一個成功的人 所以我們知道 在我們的社會觀念裡面 我們被教導的是 你要成功勝過與陪伴你的孩子 你要成功勝過與陪伴你的孩子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都同意 一個陪伴家庭的爸爸 才是一個最棒的男人 才是一個最棒的爸爸 我相信我們都同意這一點 但是我們要做的時候 有點困難 不過期待 我們可以努力提醒自己 做一個好的爸爸 好的媽媽 在今天我們讀的 詹言二十二章六節 他說 教養孩童使他走 當行的道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離 教導孩童是要陪伴花時間 對忙碌的人而言 時間就是金錢 但是對每天都在成長的孩子 他的成長怎麼不珍貴 他的成長也非常的珍貴 他每天都在長長長 有一天你回頭看他的時候 他已經十八歲二十二歲了 他已經離開你的 所以在我們在孩子的成長的期間 我們要盡量的陪伴他們 我相信我們這幾年 都有聽到一個名詞 叫做富二代 富二代 大家可能看不到 在那個大陸 我們的對案 他們有寫說 沒有高考 你拼得過富二代嗎 沒有高考 你拼得過富二代嗎 大家都知道 富二代是一個 只以富貴 只最精明 就是他的生活非常的好 他們很好命 而且是 不懂得珍惜的好命 他們好命到太好命了 所以當我們聽到富二代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 他們真的太好命了 媒體當聽到所有的人這樣講 而且在這麼苦哈哈的世界裡面 媒體一定會怎麼樣 大聲踏伐 富二代 但是所有的富二代都是這樣嗎 所有的富二代都是這樣嗎 HTC的經營人 王璇紅 我們都對他很熟 他也是一個富二代 他是 他被選為全球科技十大女強人 在有一次他受訪的時候 他說 他覺得他做一個富二代 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事情 那他在做富二代的時候 他很感謝他的爸爸 對他的教導 他說他的爸爸怎麼教導他 他說你要子於至善 請檢樸實 王璇紅有幾個基金會 他有六個 他的六個基金會 他成立於他都用一個目標 就是取之於社會 然後就用之於社會 他需要從社會裡面得到多少 他就還給社會多少 這一個女孩 這一個女強人 他說 他說 他的爸爸給他很棒的教導 我們知道他曾經成立一個科技公司 可是不太成功 回去他被他爸爸教訓了一頓 但是他知道他要更努力 他把爸爸給他的教育裡面活出來 所以我們知道 當我們教養孩童的時候 當我們教導我們的孩子的時候 其實你唸了十句 他至少也聽進去了一句 我們知道教養一個孩子不簡單 但是他還是聽得進去 他還是聽得進去 有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家 他為了研究母親對成長孩子的行為的影響 他約了五十位住在白宮工作的人 不是住在白宮 在白宮工作的人 他又約了五十位 在監獄裡面服刑的人 他跟他說 請你們各寫一封信來給我 寫到 你爸爸 你的媽媽 在你小時候給你的教導是什麼 你的媽媽 在小時候給你的教導是什麼 第一個從監獄來的 來的一封信 裡面有兩封信是很相同 從監獄來的那一封信 他寫著 我的媽媽 小時候 給我跟我的弟弟 兩顆蘋果 媽媽問我比較喜歡哪一顆 如果是我們 我們都會選大顆 同樣的 這個孩子他也心裡想說 我喜歡大顆的 可是這個時候 弟弟比我先開口了 他說媽媽我要大顆的 他的媽媽就瞪了他一下 跟他說 不行 好孩子要學會 分享 這個哥哥 就是那個扮人 他就說 這時候 我靈機一動 我應該說什麼話 媽媽 我想要小顆的 大顆的給弟弟 後來媽媽就跟他說 哇你這個好孩子 媽媽在他的臉上清一下之後 把那顆大的給哥哥 弟弟是小的 所以這個孩子他說 他說 我從小就知道 我學會了欺騙 而且 我學會了 我想要的 就是一定是我的 我要想盡辦法得到他 所以我會偷 搶 打架 再來 第二工信 是從白工來 同樣的 這個媽媽也給他們 蘋果 兩個兄弟 可是 當媽媽要給他 蘋果的時候 媽媽說 你們都想要這個大的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的 現在我們外面的草坪呢 你有沒有看到雜草重生 所以 你們兩個去 看誰把那個草修得最漂亮 而且 用最快的時間把它完成 這個大蘋果就是誰的 這兩個兄弟就趕快去 趕快坐坐坐坐 後來 當然成功的那一個人 就得到了那個大的蘋果 他的媽媽跟他說 不管你想要什麼東西 你就是要努力 花時間去達成 後來這個 在白工工作的 這個職員 他就說 從小他就是這樣被教導 但他想要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應該要努力去做 付出勞力去做 而不是 憑空白白得來 所以這兩個孩子 在媽媽的教導之下 就不一樣 在媽媽的教導之下 就不一樣了 全世界 每一個人 都是從家庭生活開始起 都是從家庭開始生活 當我們出生的那一刻起 我們就在家庭 有一句話這樣說 說 媽媽的手 是推動世界的手 媽媽的手是推動世界的手 所以我們要知道 教養孩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再來 以上帝的眼光看孩子 我不知道我們有幾個孩子 但是當你在看你的大兒子 跟在看你的小兒子 跟在看你的大兒子 小女兒 眼光一樣嗎 眼光一樣嗎 當父母在祷告的時候 是都在數落孩子的缺點 還是在感謝他的優點 還是在感謝他的優點 有一位聖經學者說 當我們更多的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不是要成為聖經專家 而是我們要以神的眼光 去看這個世界 我們要以神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 我們看為好的 不一定是孩子需要的 我們看為好的 不一定是孩子需要的 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夢想 套在孩子身上 孩子不是為了我們的夢想出生的 孩子不是為了我們的夢想出生的 今天我們能提醒孩子 什麼是好 什麼是你應該做的 但是你也要清楚 神比你更了解你的孩子 神比你有更多的旨意 在這個孩子身上 所以你應該 以上天的眼光來看孩子 以上天的眼光來看孩子 一個雙胞胎 他沒有不一樣的恩師 他沒有不一樣的個性 所以你要以神的眼光來看孩子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米開朗基羅的故事 當他跟他的同伴 看到一顆大石頭的時候 他問他的同伴 你看到什麼 他的同伴會說 我看到一顆大石頭 你看他記得我說什麼 可是我看到的是大胃的雕像 同樣的一個東西 兩個孩子看 眼光就是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人的生命中 都有不一樣的恩師 都有不一樣的恩師 再來 我們要給孩子多一點的空間 多一點的空間 我們要放手 我們要放手 這個爸爸把這個孩子 往上拋是有點危險 但是 我要讓我們知道的是 我們要放手 我們要放手 上過張世聰 靈命更新課程的人 就知道 當他的女兒做錯事的時候 他不會嚴厲的指責他女兒 因為他知道 關係就破壞掉了 關係就破壞了 他會做什麼事情 他常常在他的課程當中說 他會暗中做卡手 什麼叫做暗中做卡手 就是私底下為他的女兒祷告 當他的女兒做錯事情的時候 他會私底下為他的女兒祷告 他知道這件事情 只有神能成就 這件事情只有神能成就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育兒 我們的生命當中 要記得學會放手 當母親懷胎的時候 上帝就給我們這個功課了 為什麼 因為母親一定要把孩子生出來 當孩子出生的時候 爸爸媽媽就學會了第一件事情 放手 放手 孩子的心沒有跟鍵盤一樣 你按一下他就什麼都聽你的 沒有 你要學會放手 有些孩子的行為是你想不到的 有些孩子的想法是你猜不到的 因為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當我們為孩子定下太多細節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會覺得壓力太大 有時候他們會覺得壓力太大 那最後 我們到底要教給孩子什麼 我們一起來念 我們一起來念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九節 三十七節 而且耶穌對他說 你們 你要盡心 盡心盡意 愛主 你的神 這是 賤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事 也相反 就是 愛人如其 我們的新的賤命 你要把這個交給孩子 你要告訴他 第一個是什麼 盡心盡心盡力 愛屬你的神 當你愛神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蒙著神的祝福 再來是什麼 愛人如其 你要愛你自己 我們知道孩子有分兩種 一種是很有自信 一種是很自卑 他沒有什麼自信 有些孩子 天生覺得自己很特別 爸爸媽媽 請你不要教習他的特別 他就是很有自信 你要提醒他 這一切都是從神來的 你不要教醒他的特別 再來 第二種孩子是 他沒有什麼自信 那你就要提醒他 聖經裡面有好多人 他們都是被神使用 不管你如何 神都要使用你們 最後 當你愛神 愛自己 你自然 會愛別人 你自然會幫助別人 你自然會成為別人的幫助 最後 要提醒各位爸爸媽媽 有一個好的夫妻關係 對孩子是最棒 對孩子是最棒 這一對夫妻 他們兩個加起來 有208歲 有208歲 他們結婚77年 可是他們還是很相愛 他們還是很相愛 我們要有一個健康的夫妻關係 我們才有時間去處理孩子的事情 我相信我們都看過爸爸媽媽吵架 當你看過爸爸媽媽吵架的時候 你以孩子的身分 你都是什麼樣的感覺 內心複雜交錯 覺得天啊 我的世界已經快變成黑暗了 為什麼我的爸爸媽媽會這樣吵架 當我們在吵架的時候 孩子他不會說 他也沒辦法介入你們 因為當他要介入你們的時候 你們都會告訴他 你怎麼辦 你不懂 這件事情你不知道 我們要一個合成心意的夫妻關係 當孩子看見你們坐在沙發上 好好的聊天 好好的看電影 對他們來說 我就是最大的安全感 上帝給我們懷胎十個月 給我們預備一個很好的夫妻關係 給我們預備當爸爸媽媽 我們一定要記得 這是神的祝福 最後 時時把你的問題帶到神的面前 因為 家庭是他所創造的 那人獨居不好 家庭是神所創造的 我們要邀請神 跟我們的家庭同在 我們凡事都可以交托越神 不要忘記 神是家庭的創造者 所以我們要時常邀請神 來到我們的家 不是只有一小時 兩小時 而是無時無刻 我們要讓神 在我們的家庭中做主 我們一起來唱 我們今天的鬼影詩 在我們的周報十三頁也有 PVT也有 我們的學生 不和 Tyler 你的詞出河南氧 我懈默 不和 Alicia 你要阿威 等一下 能不能和俳麥 你的詞 你要tes 在我進入你的同在,我紅了處是精柔些愛。 在我進入你的同在,我心刻骨的永恆意愛。 願意的榮耀從天降下。 願意的榮耀從天降下來, 欄羞每個愛目的地心。 願意的榮耀從天降下來, 從能徹底與我們相親。 願意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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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進入你的同在,我無蠻足, 是精柔些愛。 在我進入你的同在,我心刻骨的永恆意愛。 願意的榮耀。 願意的榮耀。 從天降下來, 燃燒每個愛目的地心。 願意的榮耀。 從天降下來, 求和這裡, 我們不求你, 我好相遇。 我們不求你, 阿爸,佛,聖地寶座在這裡。 主,我們同心在你面前, 以祷告尋求你的面。 我們轉離所有惡心, 定義淡淡更順利。 在這一個歌曲裡面, 它說到我們要同心來到你的面前, 以祷告尋求你的面。 我相信在我們家庭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同心。 我爸爸是一個很單純的人。 他很相信外面的人。 他每次到外面, 他每次都覺得外面的人是很好的人。 所以其實他被騙了很多次。 他被騙了很多次。 那, 不是錢財的損失, 可是我爸爸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人。 他是一個相信別人的人。 所以我在家裡, 我時常要提醒他說, 爸爸,外面的人不是全部都是好人。 你一定要記得, 家庭裡面的人才是全心全力支持你的人。 我相信在家庭裡面最重要的, 你在家庭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你相信你的家人是一個最愛你的人。 你相信你的家人是一個可以讓你在外面, 發生苦難。 當你遇到被欺負的事情, 你回到家庭裡面, 有一個人可以替你舒服。 所以我們要求神來到我們的家庭裡面。 我們要同心, 祷告, 為了你的家庭祷告, 為了你的婚姻祷告, 為了你的孩子祷告。 我們要燃亮機能, 讓夫求神來到我們的家庭。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祝我們同心, 在你面前。 祝我們同心, 在你面前。 祝我們同心, 你祷告神jal. 來祝我們一沖草。 你祷告草。 在你一 arsenales'd! 祝我們同心, 在你一山。 祝我們二function遊 Anton王, , 祝我們中國形成能。 你祷告草。 你祷告 寻求你面 我们专利所有的恶心 听一等待 跟随你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求世间父神的心 我们要为转向你父神 也要看见父心 我们不求你 哦阿福 舍利的帮座在这里 一笔圈也看着随体 风出兵的无穷 万民都要来清白你 荣耀告知你的生命 呼吸着你全能的一句话 我抱怀你 我们一起同行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有一个家 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 让我们在疲倦的时候 让我们在无力的时候 有可安歇的地方 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 会遇到困难 但是主我们知道 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最大的支持 我们就得到最大的帮助 主在这边 在这一个充满欺骗的时代 温暖的时代 需要有你的掌权 在每一个家庭当中 因为每一个孩子 从出生的第一刻起 就接触了他们的家庭 因此我们看见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求你帮助我们 照顾所有孩子的家长 灵受属神的智慧 让我们教导这个孩子 让我们教导所有的孩子 在这个世代里面 直到分别善乐 走在合身心意的道理上 主也愿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与孩子沟通 与父母沟通 这时候遇到主爱 求你亲自为我们开路 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家庭有和谐的关系 因为你是爱的源头 主我们要靠你的名宣告 你要保守掌权 你所侍补的每一个家庭 每一对互丁 因为我们都要与你连结 与主同行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活出你的爱 凡事以爱为之主 以爱为本书 再次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